現在開始上的東西叫做台灣的天氣 這裡是一個重點 好 台灣 在這裡 一邊是全世界最大的陸地 亞洲大陸 一邊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洋 太平洋 夾在兩個中間 受到它的影響 還有兩個氣團 紅布的高壓 太平洋的高壓 影響我們 在一個偉大的中央山脈 在這中間 因此造成台灣統統的天氣的改變 變化 然後我們是在季風的地帶 毅老師教過 什麼叫季風 會隨季節轉變的風叫做季風 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季風 只有一些地方有 巴拉巴拉巴拉巴這些地方有季風 甭管 我只要管台灣有就好 台灣就會在一個季風的情況之下 在季風會影響的範圍之內 OK 季風的形成原因 基本上跟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入風的原因是一樣的 就是誰比較熱 誰比較冷 或會怎麼吹 只是時間跟空間的尺度差很多 海風 入風幾公里 十幾公里 一天在變化 季風可以上千公里 可以要幾個月 時間 空間尺度不同 但基本上想法是一樣的 冬天冷的時候 陸地溫度比較低 壓力比較大 風就吹出去 所以冬天風從陸地下海面吹出去 夏天熱 陸地熱 熱風氣會上升 空氣從海上吹過來 所以到了夏天就從海上吹過去 相反過來 所以我說原因跟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入風的原因其實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好 夏天 夏天的時候 亞洲大陸陸地溫度高 熱空氣上升 然後呢 空氣從印度洋吹過去 吹過去 所以風從陸地溫度洋吹過去 然後科勢力 北半球向右邊邊 就變成西南風 就變成西南風 然後這個西南風 夾在印度洋的水氣吹過來 通過了中南半島 通過了印度之後 會為它帶來豐沛的雨量 這件事你們在地理上學過 你們在地理面地理的時候 他們這邊學過它 他們的語氣下一個時候 就是它 就這件事情 你們地理上教過了 其實只是可能會把它連在一塊而已 就是它 有造成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張圖有沒有 臺灣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西南 西南風哪來的 印度洋這邊來的 風從印度洋吹到陸地去 然後北半球向右邊偏 然後變成西南風 所以我們吹的是西南激風 這叫做我們的夏天 風場這樣吹 然後夏天臺灣就是高溫 原熱 潮濕 原因一 太平洋高洋 原因了 我們教過的 臺灣四周都是溫暖的海水 對不對 然後從印度洋這邊吹過來 經過海洋吹過來水氣多 所以過來富含水氣太陽一曬 蒸發旺盛的隊友會形成什麼 激造雨 激造雨會下雷震雨 所以臺灣會有午後雷震雨 所以夏天的天氣濕濕熱 溫暖潮濕炎熱 然後經常會有午後雷震雨 從激造雨中落下來 因為這樣 這樣的關係所造成 就是我們的夏天 冬天倒過來 亞洲大陸比較冷 冷空氣吹出去 然後呢 四周轉一轉 轉到臺灣就變成什麼 東北風 轉到這邊變成東北風 所以到我們南邊這邊變成東北風 所以我們臺灣冬天吹 東北風就以前我們講過 臺灣的東北風盛行的季節 大約是在10月到第2年的4月 大概9月底就開始會有東北風了 10月到第2年的4月 這段時間也是澎湖觀光季節的淡季 因為大家到澎湖玩 就希望能夠出海 到一些離島 無人島去看看走走 可是東北季風搶的時候 風浪比較大 不適合出海 所以就是觀光淡季 所以倒過來 4月到9月就是觀光的旺季 比較可以趕去誰誰趕快 那東北季風吹過來 然後呢 碰到臺灣北部的高山 因為地形而多雨 因為地形而多雨 好 地形多雨 所以想怎樣 你看 然後你就發現 我們東北風到這裡為止而已 這個位置 大約在大一溪口 三億火焰山附近 所以 冬天走中山高速公路 三億爬坡道 經常在爬坡道前 爬坡道後 不一樣的天氣 爬坡道之前 天氣不好 玉綿綿 所以 上泡泡道一下來 行囊 為什麼 東北季風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後面就沒了 所以 地理交過 臺灣南部冬天是乾季 乾季 沒有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沒有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北部 因為 北部 因為地形而多雨 南部 南漢 南漢 因為它不受東北季風的影響 好 所以就是 以前地理就交過了 所以就跟各位談一下 有關於臺灣的季風的狀況 OK